青山区青泉里外在石门进入青山市区的门面处 现在来到台二县与青水路的交接路口 不再只有著名大师的飞铺作品独占观光的亮点 一旁的绿地也被里长与志工们一起活化 打造成为青泉里的路口异象 让原本平凡无奇的绿地变得缤纷有特色 这也让青山的门面除了有国际级大师的作品 一旁还有里长与志工们携手活化的同去青泉小公园 每个月都有做资收 然后就是看百里绿都拿资收的资收的资料 我们就乘起来 来跟百人在学 但是我们一直慢慢一直进步起来 那会越来越显著越走越漂亮 不只是进入金山市区的这片绿地 还有青泉里民的集会地点活动中心 还有信仰中心正天工都在青泉志工 以及里长的翘首之下 把每个月的资收物变成装饰品 可以见到废弃轮胎风扇叶片 还有牛奶瓶都变得色彩缤纷 点缀在里内的各个角落 让青泉里变得活泼有照气 保养也都很好 都每天来2天来压火 每天都照顾的 都每天要 尤其夏天最需要像爱水的压火 而青泉里长表示 很感激里内的志工们一起来帮忙 还有平日里志工自发的清洁环境 取水浇花 照顾绿地等等 才有今天那么舒适的里环境 而未来还要持续的加资收物活化 来点缀里内的环境 让里民志工都拥有更加多元的环保意识 青泉里也变得更加的美丽以及清洁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